许愿景十二 第四个愿望 晚餐的时候,孩子们围坐在餐桌边吃饭。 鲍比因为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再一次在一起吃饭而感到非常开心。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景边的? 他问他们。 马上阿姨担心了。 潘瑟回答。 我们一整天都没看到你。 所以我们找不到你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去森林里看看。 赛伊最后说。 够了,剑。 潘瑟批评道。 剑拿了很多炸鸡,他根本吃不了那么多。 把这些留给Bobby。 潘瑟从剑那里把盘子端走了。 没关系的,剑能吃完的。 鲍比微笑着说。 大家吃惊地盯着他。 你今天实在太奇怪了,你还好吗? 赛伊用关系的语气问。 鲍比点点头,认真地问。 你们今天都做了什么? 赛伊打了个哈欠,回答说。 今天真的很奇怪,我感觉自己一整天都在睡觉。 我也是。 潘瑟说。 我都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 我什么梦都没做。 剑说。 他塞了一嘴的炸鸡。 马莎阿姨说,他以为我们去基辅先生店里了,但他不确定。 潘瑟说。 等一下。 赛伊怀疑地看着鲍比。 你见过修医了吗?你许了什么愿望? 于是鲍比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 每个人听了之后都一言不发。 鲍比说完后,羞愧地低下了头。 嗯,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 过了一会儿,潘瑟说。 我告诉你,哪一点意思都没有。 鲍比深有感触地说。 我希望你现在珍惜像我这么好的哥哥。 赛伊很夸张地张开了他的双臂。 可是,他不小心打翻了牛奶。 牛奶全部洒在了简的身上。 简大声尖叫起来。 赛伊! 潘瑟用妈妈般的口气说。 鲍比笑了。 一切都恢复了平常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简非常激动。 他催着每个人赶快吃完早饭。 今天轮到他许愿了。 你仔细思考过你的愿望了吗? 潘瑟担心地问。 当然了。 简不耐烦地说。 也许你应该告诉我们你要许什么样的愿望。 赛伊! 赛伊建议说。 不! 简说着摇摇头。 给你们一个惊喜! 其他的孩子看了看彼此。 在经历了过去几天的事情之后, 他们并没有像一开始那么积极去许愿了。 来吧! 简说着朝大门走去。 他们到井边的时候, 鲍比屏住了呼吸。 他记得昨天木桶动都不动。 但是赛伊很轻松地就用绳子顺利地把木桶拉了上来, 修衣的壳就在桶里。 孩子们呼唤着修衣。 过了几分钟, 修衣终于把他的脑袋叹了出来。 在你们开口之前, 他开始说话了。 我要再一次提醒你们。 他伸出了两根手指。 第一, 你们许的任何愿望都会在日落时失效。 第二, 你们许完愿后就不可以再来打扰我了。 他盯了鲍比好一会儿。 鲍比低头看着自己的脚。 我不会让愿望失效。 修衣继续说道, 所以你们在许愿之前必须考虑好。 除了简以外的每个人, 看上去都忧心忡忡的样子。 潘瑟和其他人, 希望简在许愿之前再想一想。 但这是我的愿望。 简自己微笑着说, 我现在可以许愿了吗, 修衣。 他激动地小声说, 只有他按自己想的许愿才公平。 简双手合十, 闭上了眼睛。 他说, 我希望我们拥有翅膀。 LITTLE FOX LITTLE FOX